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很多网友们留言的一个内容 最近台湾从政治圈到演艺圈 MeToo风暴越烧越大 在韩国也报道了黄子娇严雅伦的事件 而因为黄子娇在爆料中有提到大小S于Ku Junio 更表示Ku Junio有逼自己吸毒 因此在韩国也引起了热议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有关黄子娇的爆料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这个黄子娇是台湾人气主持人 小姨子许希帝的前男友 也因此Ku Junio年轻的时候互相就认识 但是这家伙被爆料20年前心骚扰后 脑子是疯了还是怎么了 为了逃避危机就这样利用Ku Junio 好傻眼 这个人应该是非常不了解Ku Junio 像Ku Junio这样长时间在演艺圈也没有丑闻的人 真的很少 哎,要说谎也要有个程度 Ku Junio逼你吸毒 可可可可 不过这人最起码是承认了 就是这种邪恶的家伙会散步 韩国人说孔子是韩国人的这种谣言 Ku Junio许希帝要更幸福 因缘台湾的MeToo运动 很多人可能应该不知道 Ku Junio在以Kulun出道前 其实是现以Tagi Junio两人组合出道过 但是在人气非常高的时候 另一位成员因吸毒被捕 导致团体解散了 也因为这个事情 当时演艺圈一发生吸毒事件 Ku Junio就被怀疑就接受检查 当然每次结果都是阴性 所以虽然说 一人的人设不是很值得信任的东西 但韩国网友们真的是非常相信 Ku Junio绝对不可能吸毒 所以对于黄紫焦的爆料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暖心的步骤 担心拧拧眼睛的Winter 6月15号 女团Aespa参加了泼水音乐节 而在这之前 粉丝们因为Aespa拧拧眼睛的问题 曾反对公司让Aespa参加活动 所以公司为了保护宁宁的眼睛 也准备了护目镜 但是宁宁不小心将 放在口袋中的护目镜 给掉到地上了 这个时候 怕护目镜会被踩到的Winter 马上捡起了它 在舞台结束为止 一直都拿着宁宁的护目镜演唱了 在舞台结束 与观众们聊天的时候 将护目镜递给了宁宁 宁宁似乎是不知道 护目镜掉落的事情 然后Winter担心宁宁眼睛的片段 让韩网暖到融化了 自己也被泼水的情况下 还这样照顾成员真的太美了 关心Aespa的话就能知道 Winter唯一当面照顾的人就是宁宁 Winter今天一直跟着宁宁可可 一直跟着她担心她 但是宁宁自己却看起来没有顾虑的样子 真的很好笑可可 问Quenchana的样子 好像电影中的一个片段 第一晚心都爆炸 对于Winter与宁宁两个人的互动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其实这张照片一开始我看成是 不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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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